民进党九合一空前惨败 蔡英文辞党主席却没有一句抱歉 交不惜民众怒火 最新民调内阁改组声浪越来越高 超过53%的民众要求内阁总辞 更有超过两成民众是强烈要求改组 蔡政府原本打算内阁改组拖到年底 自家立委也向总统喊话 是希望说能够大幅度的方式来组阁 人民期待改革 革新 副总统赖清德投入民进党主席选举 遭解读备战2024总统大选 而内阁改组可能人选也出炉 传出隔魁可能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接任 就怕蔡总统劝不尽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也是可能人选 另外因为论文抄袭被撤销学位的郑文灿 几乎确定接任副院长 而大选败将林家龙 还有失守基隆本命区的林又昌 可能接管内政部跟交通部 让柯文哲忍不住小酸 到内阁检讨是个办法 有败选的这些人 组成一个败选联盟一样 因为他为党打仗 即便输了还是党还是中勇 这可能是蔡英文的用人哲学 我都一直在猜啦 陈时中可能也会入阁 内阁可能改组 但蓝营担忧的是 赖清德想搅逐2024总统大位 但赖清德诚说 不管做什么位置 绝对不会放弃台独 当赖清德现在要说追求和平 蓝军听不下去 台独就是火药库的隐姓 他一来的话 这个隐姓所以就会爆 赖清德自己讲说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说我主张台独 在任何职位上不变 没有台独党纲 民进党会被其他政党取代 这对赖清德讲的 所以我讲赖清德比蔡英文 更危险更台独嘛 民进党嘴上永远说和平 但当你主张台独 每天疯狂抗中骂对岸 两岸的和平到底在哪里 记者黄明君网自然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